介紹為您報導 立法院今天上演表決大戰 在野黨一口氣提出了多項提案 包括反對一傳媒併購 要求正所稅緩徵 以及暫緩二代健保 加收補充保費等議題 但是後來全部都被國民黨團封殺 沒有一項通過 為了反對一傳媒併購交易案 以及推動正所稅暫緩徵等相關爭議 民進黨和台聯在立法院聯合提案 不過因為人數不敵國民黨優勢 通通遭到封殺 在野黨的提案中 反一傳媒交易就有三案 提案內容要求NCC公平會和金管會 在廣電三法和反媒體壟斷法 完成修法前不應該通過併購案 至於明年將上路的證所稅在野黨也在院會強力杯葛 要求暫緩實施並重新審查 但國民黨堅持法案已經三讀 應嫌上路再做修正 針對二代健保加收補充保費的部分 在野黨包括親民黨也都提案暫緩 呼籲要先修全民健保法 否則一種保險不同費率不盡公平 朝野假期動員下在野黨提案全軍覆沒 到時最後通過國民黨針對一傳媒交易和證所稅的提案 要求相關單位依法獨立行使之權 以及財政部在證所稅實施一定時間後進行檢討 記者以下 劉漢林 張國良 特別報導